來看國道三號南下 靠近清水休息站的邊坡 十一點左右突然起火 火蛇順著雜草樹木延燒 冒出大量的農煙 將國道整個覆蓋住 許多駕駛人連忙放慢速度 詳細的情況交給記者 吳麗安 國道邊坡冒出大量農煙 駕駛人連忙放慢速度 往右邊一看 旁邊草叢已經整片燒起來 農煙將視線幾乎全部遮蔽 這也是國道三號南下 靠近清水休息站 十一點左右邊坡雜草 突然起火 雖然沒有收到路上 但濃煙遮蔽視線 造成大塞車 國道警方接到通知 趕緊到現場疏導車流 還好沒有發生交通事故 消防隊員努力了快兩個小時 才將火勢控制 但同一時間附近 還有四五個起火點 消防隊說 這些火都是從一旁的公墓 延燒過來 呼籲民眾掃墓時 一定要小心用火 以上就是我們掌握到的情況 主播